大家好 我們現在的地方呢 是我們今天要來試婚紗 沒錯你沒聽錯 試婚紗 大家想說 欸 你今天脫單要結婚了嗎 沒有 我們今天要拍的是姐妹婚紗 但平常大家可以來這裡是拍閨蜜婚紗 也可以像全家福那些OK 因為其實當時我姐非常興奮的說 欸 Lian Lian 你可以跟我一起拍閨蜜婚紗 我想說 你怎麼會對我做出這種就是邀約 我還蠻驚訝的 我其實不是想要跟她一起拍 其實我是想說有這個機會 就是我可以來試穿婚紗 然後可以知道說我自己適合什麼樣的婚紗 然後我自己想說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真正要拍婚紗會是什麼時候了 所以決定說要把握著自己的機會 然後今天呢 我們就是會先來挑婚紗 一頓婚紗他們的app 上面就有他們所有的婚紗你可以先挑 可是畢竟就是婚紗你覺得好看的款式 你穿起來未必合適 所以今天就會來看說到底適合什麼樣子 那款式的婚紗 你目前人生中有穿過就禮服類的 我有穿過婚紗 妳穿婚紗 就我高中的時候有那個英文話句 然後那時候我是女主角的時候 有一個場景是需要穿婚紗的 可是那時候是我的婚紗是要塞在褲子裡面 然後一開始是一個小胖妹 然後褲推掉之後是婚紗 就是因為是很荒謬的劇情 因為像我自己是完全沒有穿過婚紗或禮服類的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我身形適合什麼 然後那天我在app上選的時候 我選我要給我姐看 我姐就想說 你選婚紗怎麼完全沒有就是同一的風格 就每個都很不一樣 而且就是很多很露 就是前面全部都是樓空的 不是因為我也沒有什麼料啊 這也沒有什麼就是 就算我穿那麼露的 也不會就是看起來太肉欲 好所以等一下就可以直接看了 你看後面這些婚紗超多的 等一下應該會選擇困難 好 哈囉大家好 現在是八點半 今天一早就把Kumo放到舊家 然後呢 我們今天要來拍我們的 閨蜜婚紗 我是姐妹婚紗 看你怎麼叫她 今天呢 我們一個人會各有兩套 因為我們其實是為了拍照而選的衣服 然後好像跟如果你是真的一樣 結婚的那種婚紗款是不一樣 因為有一些是拍起來漂亮 但是你實際穿去婚禮的現場 大家會覺得有點over 然後今天很開心的事 雖然很早起 但是因為現場有人幫我們化妝 所以只要起床出門就好了不用化妝 而且還會有人幫我們用頭髮 真的真的很棒 我們兩個現在就是耍廢 你看那頭髮有多糟糕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買早餐好餓 我現在一直不斷在走錯路耶 哈囉大家 我現在是妝髮時間 大家有看到我兩眼完全變得不一樣嗎 我親眼的雙眼瓶瞬間長出來 大家看 哈囉大家我是LiAnn 我怕我換完妝大家不知道我是誰 所以我先自我介紹 看到手臂好像還是認得出來 Go away Go away 好你給他再看你眼睛 大家看 老師幫我貼的這個雙眼皮 是我近期 應該不是近期 應該是我人生有史以來 可以把眼線畫最粗的一次 因為我的雙眼皮折瞬間寬了三倍 然後眼睛變得非常非常的圓 所以我覺得很厲害 老師有個神奇魔法之手 我已經梳化好了 我等一下就要先去拍一些個人照 然後明天就會繼續梳化 我非常慶幸我拍個人照的時候 明天不在旁邊 然後就是這種比較韓系比較素的裙子 很適合低包頭 今天是韓系小姐姐包 你好 今天眼睛真的很over欸 平常不會這樣 是因為拍照的關係要over一點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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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照片可能摄影师都有一些很唯美的动作 可是我们两个人也就非常的尴尬 就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成功 開始一系列姐妹对看的 这就很韓 韓气的感觉 要给大家看接下来两张 就是摄影师叫我们互抱的 这是真实的 有种尴尬 尴尬 就尴尬啊 就他叫我们两个互抱 我想说 确定 就是平常很不想碰到彼此 然后下一张是正常版 也不是 刚刚才是正常版 这个是非正常的 就是为了拍照而呈现的一个 其实我觉得这张还蛮美的 完全这张的 这张好像可以洗出来 不然我们家客厅 可是我觉得这张有点忧伤 会让人家觉得 好像我们两个都在等待谁的到来 那不是很好吗 那没人等 因为他等人才可 而且我觉得这张 我不是说洗很大张 可以洗小张 我蛮喜欢这张 就是可以洗小张 然后就成为我们墙壁上一个装饰 可是我觉得我们这次去拍照的摄影师 真的很巧 因为我们完全不用想任何动作 然后摄影师就会指挥你说 好人家头我们用摆 你手放嘛 假笑大笑眼睛闭起来 就你完全不用想任何动作 然后这个就是他帮我 就是指导我们做出来的动作 哎我跟你讲 这些动作都超难 而且明底里是穿高翻新的 超难 他就会叫你说不行啊 屁股再翘一点 然后怎样脖子怎么的 就是拍完就觉得有想被偷 那接下来是一系列明边的个人手 就可以拿去一些经纪工资 或者是相亲工资发的那种 你看 就完全是男相亲耶 这个会不会太夸张了 这就宣传照啊 宣传就是我 宣传照 明天你有看过 我人生出现都做 所以我感觉不笑 我人生没有半小包 我要不就是沮丧 要不就是暴喜 所以我觉得摄影师很厉害 可以拍出很温柔的一面 他拍出就是有一种焦羞 焦羞 他没有这种表情 我没有焦羞耶 可是这可能是我 我到这花快要打分 那个0.01秒 就接下来黄色系列 我都蛮爱的 就看起来比较像是我们平常的个性 因为前面白纱 就有点 就很浪漫的感觉 真的蛮可爱的 而且我跟妳讲 在拍这系列的照片 真的超好笑 因为摄影师 就一直叫我们嘟嘴 那我本人就没有办法嘟嘴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那么好 我觉得你嘟嘴好不难 那我姐都疯狂嘟嘴 我在旁边都整天要笑翻 你不要再搞嘟嘴了 就有嘟到连摄影师大哥都笑翻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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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姐姐姐好 我姐姐好 我们第一套是先拍白纱 然后之后才拍这个黄色背景 然后第一套拍白纱 然后超轻 然后拍到黄色背景之后 那些摄影大哥跟摄助就说 可是剛剛中午有通透久是不是 結果瞬間放得很開 這可能比較自然一點 剛剛有多多我一起來就覺得 因為他母愛要放到那邊 然後他本來有加速 你看Mindy那個表情 就是他平常才會有的表情 他平常才會我們剛剛那個嬌羞的表情 這才是你 這才是你 OK然後接下來呢就是時尚大片 我覺得攝影師他就是 設計了很多很特別的光影效果的 這就有一種SHE的歌 月色搖晃樹影 因為他那邊真的是拿那些樹跟光 然後讓人有那種樹影的感覺 但這個系列就有一種 就是也是不是我們平常會走路線 可是我覺得你滿能駕馭這種 就是雷彥峰嘛 就我不行 就我無態能不孝 就攝影師都一直說好放鬆嘴唇 可是我覺得可能就是這一件 可是就是有種很浪漫的感覺 就是哇我是你最美人 這招就是說是偽二 就是看不出來是誰 可是手臂還滿細的 對這張手臂應該是有幫你處理過 欸那我可以選這張嗎 就其實這一張好像是我們那天第一張 就算是試拍的吧 就是很自然 很自然 我很喜歡這一張 我覺得這次這個拍摄是滿有趣的體驗 而且可以讓你穿到禮服 因為我想起很多人 以前應該沒有機會穿禮服 就如果你跟閨蜜想要去嘗試看看 的話真的可以試 然後其實這次呢 他們也特別有給迷力一些小優惠 就是呢我們會把兩個連結 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一個是導入到官網可以預約諮詢 然後另外一個是導到他們官方LINE帳號 然後你就可以輸入LIFE AND ENSIGHT 如果你真的諮詢之後 你想要拍灰蜜婚紗全家服婚紗都可以 多送大家這個相門這個筆布 那伊頓婚紗呢 他們其實有自己的APP 所以非常方便 你可以直接在APP上面預約諮詢 或是你可以直接在上面預約你想要的禮服都可以 再來跟大家分享要怎麼使用他們家的APP 他們家的APP非常方便 你就一點進去呢 你就可以看到最下面這一列 左邊數過來的第二個ICON 就可以直接點進去預約諮詢 然後就可以直接輸入你的個人信息跟預約時間 好那我們剛剛前面還有提到 是他們更方便的服務室 你可以直接在APP上面看到他們所有的婚紗 有白紗、晚禮服或內白紗 像我自己當時就是要去試穿之前 就已經有挑選我們自己非常喜歡的 如果你覺得這一件很不錯 你就可以點進去 右上角你覺得很喜歡 你就可以直接按愛心 就會收藏到你個人資料夾裡面 然後你下面也有個ICON 你可以直接點進去 你可以直接線上預約諮詢 然後你就可以回到上一頁 右上角有個我的收藏 就是把你所有有得開心的婚紗禮服 都直接集結在一起 其實這個服務就很方便 因為其實可以讓你到時候去溝通的時候 更快速挑選到適合你自己的婚紗 然後幫你試婚紗的人 也比較知道你喜歡哪種類型的婚紗 可以直接幫你推薦 好那這次的體驗呢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還蠻開心的 畢竟我個人是沒有穿過禮服 然後第一次的體驗就是跟MIMI的一起 我希望我下次可以跟 好開心喔 下次可以是跟男友啦 或者是老公啦 我是希望我這輩子還有別的機會穿上禮服 可是我自己是本來想說 如果我以後真的要結婚的話 我是懶得拍婚紗的耶 就我會想要是那種當天婚宴之類 就是現場排9號 可是你看 那算你是要修到三天 好那如果大家喜歡我們今天這支影片 就記得幫這支影片按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把小鈴鐺打開 有最新的影片就可以馬上收到即時的通知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